吃完一个鼻鸡猜能 也要细一下冬菇牛肉烫细鸡 三包呢比较划算 因凉周光处保着吃六个月 能长时间更长 还有把鼻鸡 这边煎配料是非常干净的 就是笋和盐 一包450克 都是非常嫩的嫩头 这扁尖一看就是非常新鲜的嫩笋做的 没有一根坏笋 而且扁尖上的盐非常细腻很少 今天这里差不多拿了三分之一包 吃之前需要浸泡两到三小时 清除换两次水可以减少时间 我这里浸泡了一小时不到点 然后把扁尖撕成两半 再两半 有些细的撕成两半就可以了 这里撕成细腸的以后炒菜 粗短的烧汤 点咸肉 不要切的很大很厚 放点水浸泡10分钟 冬瓜饭店做法就是多加了一步焯水 于是这方法是很实用的 烧冬瓜用这方法软糯又成型 烧出来是不会烂的 值得参考一下 切成薄一点的片厚度在0.5厘米 不要切的厚了 冷水下锅焯水 等它烧开后完全沸腾 再烧20秒 如果片切的厚了 要烧30秒 捞出来把它放在冷水中 水要多一点浸泡到完全冷却 冷却后的冬瓜就变成半透明 加了这一步 后面烧菜煮汤都不容易烂 而且还成型 重新换水 把咸肉冷水下锅焯个水 烧开后撇下浮沫 捞出来再冲洗一下 是为了汤烧出来不浑浊 咸肉冬瓜汤讲究的就是清爽无油 所以咸肉焯水后不需要煸炒 直接冷水放扁尖咸肉 开火烧开 大火烧开后 让它这样滚10分钟 把扁尖和咸肉的咸鲜味先烧出来 汤也烧到微微发白了 加点酥鲜鲜 尝一下味道 看是否需要加盐 米糯面熄了还得正好 接着把焯过水的冬瓜放进去 正好还有一点毛豆和黑毛 再次煮开后 中小火再烧5分钟 即可 烹过烤鱼烤鱼烤鱼 冬瓜鼻子烫 轻轻烫扇 压咸肉 一锅 放进去烹饪 抹饸刀再烹一籮 切完一个鼻子炒易的咸肉 冬瓜烘烘烤是滴... 冬瓜屁肥声音 炒至好开中国 把烹花酱 кор地方